Hello,各位时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哲铭 其实《幻月森林》这部古装剧 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都是很期待 因为毕竟我从沙青到现在也快将近有10个月的时间了 我也很期待这部剧播出了以后 在剧里的一些表现到底究竟是什么样子 其实跟这部剧的剧名也有关系 换乐,所以既有奇幻的一些爱情故事又有乐 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古风的一些歌曲 或者是一些国风的乐器 那这些东西其实会聚在一个剧里面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也会给大家很多新奇的一些感受 说到云木这个角色 其实云木我觉得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同时呢,他只有背负着家族的一些使命 然后又跟自己的舒服的一些爱恨纠葛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云木其实很多时候会体现了我们很多内心很挣扎的一面 同时又很积极向上的一面 又对待爱情很坚定不移的一面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 因为我觉得云木会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自己也会比较隐忍 那可能是相似的地方 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会比较 比较臭屁一点 或者是自信的一些方面也会比较相似 再一个就是可能云木更多的会善于观察别人 就是读懂一些别人的一些内心的感受 可能这方面我也比较敏感嘛 毕竟是双子座 所以去猜别人的一些想法 一些感受的时候 这些方面还是比较相似的 之前出演的那些古装剧相对来说会比较斯文一些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武打的场面 或者是没有那么多乐器的弹奏 所以这部戏给了我很多展现十八般武艺的一个渠道 所以通过这部剧可能大家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古装的一些技能 包括像古琴 包括像骑马 再包括像一些很大场面的一些动作戏 印象比较深的现在能浮现在脑海里面的 包括我跟许佳琪 我们要进到那个水里 然后再从水里出来全身湿头 再想要吊很多个牙 然后可能从二三十米高的一个画房 然后要飞越很远的一个距离 这些都是之前可能我很少去接触到的 所以那段时间会就是比较辛苦 但同时我觉得也会很期待 真正成片出来了以后会去演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从入航到现在 会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很希望能够去更多的突破 能够去尝试更多的角色 或者是不同类型的题材的剧 所以今年也是希望 小小的许个愿能够有 除了现代爱情 然后挺宠这些方面之外 会有一些细腻的尝试和突破 冯天兰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可能会更像我自己 更相归是名一些 之前在拍这个角色之前 最像的应该是常欢 常欢那个会更贴合我私底下的样子 那这部戏其实我从看到剧本 再到拍摄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确实是在做自己 因为冯天兰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人物的特点 就是他具有一定的讨好型人格 其实这种讨好型人格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在生活里面会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性格的出现 所以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 我会把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代入跟冯天兰结合起来 所以他的成长线 包括他对于感情方面的一个认知 再到他最后勇敢的踏出自己想要去尝试的那一部 那部戏其实在拍摄的整个过程当中 会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敬情 就是生活里的样子和角色里的样子 他们的一个成长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怎么给大家更好的体现出来 又怎么不太像让他像自己 怎么能够再去提炼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去升华一下 所以那部戏我其实也很期待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个剧的播出 跟着这个人物一起来想象 我们究竟在生活当中去面对不同 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在面对真正喜欢和爱的那个人的时候 究竟应该怎么去做 因为这部剧当时我在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大纲 它是一个公路爱情题材的一个 又很奇幻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部剧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些耳目一心的感觉 而且它其中又设置了不同的单元 会发生不同的事情 然后在这部剧里面 会有各式各样的视角转换 有男主视角有女主视角 随着故事的进程的发展下去 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是不是又有一些关联 所以这些不同的反转 会让大家在当下会觉得很耳目一新 再一个一个主要的看点 我觉得可能是我在剧里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造型的变化 然后会去实验不同的人物 然后飞姐也是在这部剧里有非常多的大量的角色的变化 然后还有造型的变化 所以这些看点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稍微平淡一些淡薄如水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点 相对来说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会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就好 对我自己倒是不追求特别的这个这个轰轰烈烈啊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舒舒服服的在一块能够互相有照应就挺好 会重复的不断的去听就叫那些歌曲 歌曲里面可能最近听到《红尘歌战》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那个歌词是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 所以其实对于我每个人来说生活都很苦都很累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的更好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认可你 你肯定不能特别的放松自己还是要严格要求 所以这句话也一直是在警醒着我 让我激励着我继续前进 今年新春季会不会早点来到 会有大家有发到这个广场上的我会经常容易看到一些表情包 还是蛮喜欢的 印象最深的有一个 那应该是贺先生那部曲里面 正好是蹲插杯喝水 然后这样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 然后还有《婚约》里面采访的那个模仿孙悟空的那一段 我觉得还都蛮好的 大家也很会接那些表情 最近我想换个新的造型 这个造型是什么呢 没你不信 其实手做vlog 我有在考虑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在下一期 我自己有一个设想 想要去做一个流体熊 但是因为进到组里以后 这个拍摄也比较密集 所以一直没有腾出来时间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微博上留言 你们想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 是希望看到翻车的 还是希望看到不翻车的 但其实真的每次我都想特别认真的把那个手座做好 但是没想到每次总是会翻车 但还好带给大家一些快乐 也是希望下一期 能够给到大家真正想看的一些 为了内容 你们可以踊跃的给我提出来一些新的思路 看看能不能帮着你们去实现 私下的话 因为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组里 所以就是上下班这个 也是要考虑到换装的一个方便 所以会还是以舒适为主 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可能套头的会少了一些 会可能会比较多的衬衫类的 然后或者是Polo衫这种类型的 对还是以舒适为主吧 其实就是我觉得相对 会会更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 呃呃怎么讲 比较温柔 比较阳光 比较大男孩这种 还是以呃运动休闲为主 如果你要很追求个性 或者是性格上就是那种比较HIPHOP 可以一些美式街头的风格 所以还是要跟自己的平时私底下的这个性格 要要有关联一些 对 肯定少不了短裤拖鞋接受 对 呃 然后 呃 我觉得不管你穿什么东西啊 这个可能很需要的下热的必备单品 比如说这个 这个清凉喷雾啊 这个清凉湿巾 呃如果你要穿大 要一叠穿就会很热嘛 所以有这个清凉湿巾或者清凉喷雾在 可以帮助你啊 尽快的降本 这个也很关键 就是在做好自己分内知识之外 尽量的看看能不能就是更快更高的一些提升 呃 无论是在呃 演技方面 还是在这个满足粉丝要求方面 呃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希望2022年呃 能够车牌紧真正的腰下 也毕竟太多年了 呃 再一个就是希望 一起能够快快结束啊 对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能够步入到一个正常的节奏